做人之旁 從後半段開始寫梳 梳有點稍微的彎過來 然後這個梳也梳得很短 然後這梳得很飽滿 通常這個梳畫比較結實 兩個都差不多 這很特別 其實應該有分差別 但沒有差別 然後重點是他這兩橫啊 寫得都好低喔 間隔距離要注意 但好低喔 歸好低喔 這個長短長短短短還是要做出來 好 做 筆 筆是撇短的 然後有點弧度 然後這個是比較長的 然後這個從中間滑下來 有點往外再手筆回去 然後筆的話從這裡開始斜上去 還蠻斜的喔 因為等一下有個撇 然後這個撇是要直撇 但是不能比他長也不要切齊 右邊這個深得很長 然後從粗到細 所以是高傲低低的 然後一個弧度 然後這裡又很短 感覺這裡非常的短 倒是短的話從這邊斜上來 又來一個很長的納 那也就是撇短納長啦 截這個粒啊 點得好可愛好小 好 斜上去 然後點 這個靠得非常的近 寫得很小 靠得很近 跟這個 跟左右邊這兩個 倒數我看過中 在這邊算是最近的 幾乎快依附在一起了 這裡看不出來誰深長 只要筆畫深長誰深長 有時候不一定 靠得好近 然後這個是張開的 張開以後縮緊 然後勾起來 然後這裡面 這個不是塞裡面 它掉下來的 掉到外面來一點 從這裡開始寫 這這麼多接觸的地方 接觸點開始寫 然後這個小妹是細的 拉得比較長 一點點 跟它有點呼應了 截 齊 齊的話這種很穩定 但是要注意長短 然後注意略有點弧度 不要把它寫成像電線桿 這很糟糕 就是有點弧度 然後有點往內 然後這個橫畫 當然是可以 要把它寫漂亮 所有東西漂亮 就是說要做到 該齊筆收筆都要有 不要說藏在裡面 沒人看到 有時候 有些人在寫在裡面 藏進去 然後說沒看到 這很奇怪 那齊的話 這個左右點 是它的支撐點 所以它打得很開 中間間隔很開 然後這個點是壓下來 這樣稍微拉一動一下 讓它壓下來 所以這兩個點很開喔 立 這個要斜上去 然後這個按下去以後 加一點粗細折下來 然後這個比較飽滿的勾勾上去 然後這個撇好彎喔 撇很彎加一點弧度 那如果很彎就要加一點彈性 好立 哇 哇 這個撇看起來都非常的怪異 撇得好快 其實這個應該太翹了 沒關係 造型 然後這個才是真的很斜 這個到底是撇過來對它就好 然後這裡又彎了一下 以後才下來寫 所以這個字突然活潑了起來 然後這裡又開始嚴肅了 好 那右鞋鍋上面伸得很長 這邊伸得很長 右下腳伸得很長 這個上面伸得很長 然後拉下來也有點弧度 右下方又伸得很長 然後勾的時候 略往上勾 然後撇 出到細 從外面撇進來 好 我 響 響 這個把它當成中間點 反正已經破掉了 然後這個是不太長的 橫畫 塑畫可以加粗一點 讓這個字有點支撐的力量 然後中間這兩個進來是懸空的 前面後面都不碰到 前面後面都不碰到 這個就開始稍微寬一點點 按下去變粗 粗 變細 然後這個有點弧度 彎過來以後 拉長 這是它的腿比較長 然後再甩出去 感覺甩得還蠻長的 然後這個筆畫是它最長的 然後稍微靠直的上方一點點 拉開以後 應該是最長 所以這個筆畫筆上面都長 長 長 短 長 長 長 短 想 切 切的話 橫畫納出去 手筆 稍微有點弧度 按下去稍微有點粗細 長短 都不同 然後這個寫好 還是要 雖然很細 還是要寫出 切筆手筆 右邊會比較長一點點 切 然後這個是用撇 當作腳 一個左邊撐住 一個右邊撐住 還是要拉動一下 切